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在立法院 外交国防委员会 邀请到了外交部长吴钊燮 驻日代表谢长廷 要来报告公投的结果 对美日关系的发展 不过我们刚才提到谢长廷 一如外界所预期的谢长廷 又说他有行程 我请假 我不出席 最多的情形 我们要连线给莎莎主播李佩萱 好了 又带你关心立法院的最新焦点 今天在立法院的外交国防委员会上面 请来了驻日代表谢长廷 你应该要进来背询 当然也要针对这次一二一八的公投结果 对于美日还有台之间的影响性 也特别找到外交部长吴钊燮 一起来背询 不过我们刚刚看到了 其实谢长廷依旧是请假不出席的 但是在一二一八当天 大家也直集到谢长廷投票的画面 究竟是为什么这次又可以 不用经历法院背询 我们来听一下外交部长吴钊燮的最新说法 谢院长依照规定 请假回台 那这次因为立法院临时的通知 那他有一些行程没有办法更动 所以他也向委员会请假 他是回国应公请假 那一切都依照请假的规定来请假 我还没有跟他见面 我想有关于谢院长 谢大使 他回到台湾来 他是依照请假的规定请假 那他可能会再过一阵子才会回到日本过去 那他请假的这些事由都是依照公务 那涉及到公务的话 有一些机密 那我在这边不方便回答 我相信这个他应该是可以考虑 好 其实关于这个消息 我们在昨天一整天在相关跑立法院线的记者都知道 谢长廷是一定会递假单 一定不会进到立法院被询的 但事实上这整件事已经纠葛了这么多年 包含的是关心心肠事件 或者是在后来疫情爆发之后等等的 我们旅旅看到的就是驻日代表谢长廷 都用各种不同的理由拒绝进到立法院来被询 上一次看到他现在被询什么时候已经不可考了 你刚才听到要不找吴钊燮不断的以院长来称吴谢长廷以外 他也提到是由于这立法院的要求太临时 也因此谢长廷不客出席 但谢长廷在此次在台湾会待一段时间 有没有可能在后期等立法院重新再提出邀请他来被询 会不会再出现呢 吴钊燮说他会让则谢长廷可以自己好好考虑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